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络部一节目15分钟 关注中国网络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方面的情况 你看我们这个小区还是挺文明的 现在开始有了这个文明洋犬的标志 其实小区里犬不多 网上才多的 网上那种叫五毛犬 你给他五毛钱 他就跟你胡说八道 那种特别多 成群结队 乌羊乌羊的 听众朋友 这不是原中国的央视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的声音吗 崔永元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他被誉为中国的脊梁新闻界的良心 维护正义的象征性人物 但是崔永元的新浪微博停留在2019年的2月19号之后从未更新 舆论普遍认为 崔永元当时因为涉及网上帮助披露 最高法院有关陕西一个矿产公司案的卷宗失踪内幕 而被中央政法委调查报告点名之后受到压力无法发生 但是自从5月初开始 崔永元在自家小区边走边说的手机短视频 令人惊喜的出现在美国社交媒体上 在网友中引起轰动 在这些视频中 崔永元又说了哪些别人不敢说 在中国没法说的话 推特油管脸书上的崔永元账号是真的吗 今天的网络不易节目就带您去看看 这是推特崔永元账号4月13号发布的崔永元唱歌的视频 有网友听到崔永元唱歌的声音表示听哭了 大家知道 推特脸书油管这些美国网站都是被中国封禁的网站 大陆民众只有翻墙才能看到 推出崔永元视频的这个推特账号呢 是2019年1月份注册的 署名和他的新浪微博账号一样 是说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开始只是发布崔永元的一些视频和文字资料 但是呢 海外社交媒体上包含崔永元或者是小崔名字的账号 用崔永元的照片作为头像的账号不止一个 所以许多网友无法确认推特这个崔永元账号是否是真的 3月21号推特崔永元账号曾发推说 我被通知禁止去外地 禁止出国 连去日本看病都不行 如果说迫害这才刚刚开始 天下果然是周强他们家的 这里的周强显然是指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崔永元一年多前销声 就是在他因为陕西矿产公司案在微博上批评周强之后 但是3月份的时候 许多网友对于推特崔永元账号还是半信半疑 崔永元卡拉OK演唱硬山红的这个视频 画面搭配的是崔永元过去的照片 这时许多网友意识到 这个账号可能真的是崔永元的账号 有网友听崔永元唱歌之后表示 原来是真的崔永元 失敬失敬 国内需要大师这样的脊梁 还有的推特网友表示 特别的好听 歌声和图片带回了实话实说的时代 好喜欢实话实说 但是硬山红这首唱歌视频 并没有崔永元自己真人活动的新画面 之后有网友在4月份表示 这个推特账号要真的是崔永元账号 自己录段视频 上来证明下 说话是权利嘛 人员自己的权利嘛 他愿意当五毛愿意当三毛 愿意当七毛 那都是他的权利 这就是5月3号推特崔永元账号 第一次推送油管崔永元账号视频链接 题为实话实说小区散步 在视频中他戴着口罩边走边聊 批评受政府雇用的网络评论员五毛现象 但是我觉得如果政府 还觉得这些五毛三毛七毛 代表的就是正能量 就是政府的声音 这问题就大了去了 我现在戴着口罩 我们看到了 没法谈政治 看看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环境 视频中的崔永元在小区走路中 遇到一些孩子到处玩耍 因为疫情缓解 孩子们出来晒太阳 他予以双关的说 希望这些孩子能晒到阳光 第二天5月4号推特崔永元账号 又推出一个视频 这次崔永元还是小区边走边聊 向大家推荐有关甲午战争的书 他透露了自己 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都在网上销声 他是这样说的 还有朋友说你不要戴口罩 尤其是不要戴这个N95的口罩 我呢可能没办法 我就必须得戴口罩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年 人家把我嘴 他们把我嘴蒙上了 不让我说话 所以慢慢的我就习惯了 就是我必须得让人把嘴蒙上 我才能说话 看了这个视频之后 更多的人开始相信 推特账号崔永元确实是真的 一个网名叫 石飞克的前中国知名媒体人携手 发推表示 这个账号是崔永元的真身 有的推特网友说 小崔还活着 打不死压不垮的崔永元又出来了 听的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专题节目 网络博弈 小安主持 请继续收听 5月7号 青永元推特和脸书账号 推送在油管网上发布的手机视频 随便聊聊广告 这次呢 他是继续戴着口罩在小区散布 对着手机视频说 有一个叫21世纪报道的机构 发布了钟南山在一个工作会议 讲台上讲话的新闻 其中钟南山说 自己就信任一粒公司生产的 安慕西牛奶 崔永元表示 感觉这是以新闻的形式 为这个牛奶产品做广告 这违背了中国的广告法 青永元还了解到 一些微博大号如果转发这条 钟南山说信任这个牛奶产品的新闻 可以拿钱 他们这些大V呢都接到指令 来转这条视频 这个少的可以拿到1000块钱 多的可以拿到3000块钱 所以那几天铺天盖地的 全都是这个转的这样一个视频 这人不渣胆的 这个企业知道广告法是怎么规定的 它违反广告法 报纸知道广告发行 推定的 它违反广告法 最后就是一个钟南山选择 中国的脊梁梁梁梁梁梁梁 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 推特崔永元账号发布的这段视频中 只有他自己在讲话 但是有其他推特网友转发的 他的这段视频中增加了一段 钟南山在一个会议上 谈这个牛奶的原新闻视频 估计是网友自己编辑加上的 有网友看了崔永元这个视频表示 小崔为正义发声 挺小崔 还有网友说 如果能够证实 钟南山和伊利集团之间有利益关系 钟南山就太不应该了 涉嫌犯罪 推特崔永元账号上 5月7号推送油管视频 视频中的崔永元不忘死磕司马南 他在提司马南是个职业骗子五毛头领 他建议网友向美国政府机构举报司马南 这个司马南呢 我觉得他就是破坏中美友谊的祸首 他在网上是个五毛头领 他率的一帮大小小的五毛集组义和团 天天攻击美国 天天攻击美国 不是说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叫给美国递刀子吗 他就是这么的人 而司马南5月11号在他的油管视频上 对崔永元这段视频做出回应 他说崔永元有关他的说法 包括他移民美国 这些说法都是谣言 推特网友在看了 崔永元谈司马南的最新视频表示 大外宣已经布置下天罗地网 推特上都是一批大五毛小五毛黑压压的一片 崔兄你之前一直是媒体界的良心 希望能保持初心 以民为本 不苟权贵 为真不破 崔老师您讲的没错 现在几乎在墙内骂美国的人 谁骂的厉害 其实谁的家人 却反而在美国自由自在生活 这些呢都是推特网友 在看了崔永元谈司马南的视频之后的反应 崔永元实话实说随便聊聊的视频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山东经非洲流亡美国的维权人士 接力见 在推特网上转发了 推特崔永元账号发布的第一个视频 也就是崔永元说 网上五毛犬很多的那个视频 网上这种犬 为了说挣那个一个五毛钱八毛钱也好 哪个土子也要给他们狗粮 他们都会拼命的去疯狂去咬 我觉得崔永元作为一个公众雷士 不管这个账号是真实假来行的话 也是一个就是说对这个集权暴政的一个是巨大的批评 就是他现在可能也是受到某些方面一些压力 没有很那种实质性的光明大大 全面去拼击这个当前暴政 比如说像打太极一样啊 然后指上骂回啊 不过广大网友都能看得懂他的意思 建立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说 崔永元这些视频现身 释放出重要的信号影响很大 因为他这毕竟是一个信号 然后很多人 觉得崔永元老师到底是怎么了 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呀 都担心他 因为好多中共渗透大外宣也好 那么体制内这个渗透也好 是不是崔永元已经完全已经晋升了 完全不是沉默了呀 但是他这一次出来的话 很多人还是觉得 一个是他安全 第二个他继续在之前 在抨击一些不好的一面 他作为一个公益人士也在发声 老百姓反正这块影响是蛮大的 把崔永元和司马南放在一起做比较 建立健先生也觉得十分有意思 司马南那些人士 真的是感觉跟他比较好 特别老百姓觉得 真的是一个正义化身 和一个就是肮脏小丑的一个人比较 听众朋友今天网络博业节目 我们为您总结了 海外社交媒体上这几天出现的 崔永元实话实说随便聊聊的视频 因为网友相信这些视频真的是来自崔永元本人 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的3月6号 我们的网络博弈节目标题为 崔永元咋了这么久还不出来 当时提到崔永元微博销声匿迹之后 网友普遍担心他的安危 担心他被抓 担心遭受死亡威胁的他安全没有保障 推特网崔永元账号4月份发表的一篇至武汉女作家 方方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是在网络战争中死里逃生的过来人 从这些美国社媒上出现的崔永元视频来看 崔永元还是那个崔永元 另外推特网崔永元账号所链接的油管网和脸书网账号都是崔永元三个字 推特崔永元账号的声明说 其他账号 比如油管网上讲真话的崔永元 这些账号都不是真的 小崔你是个好人 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国内讲话 这是一位油管网友的留言 让我们就用这句留言来结束今天的网络不易节目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主持人小安 欢迎大家在美国的脸书和推特网上和我们交朋友 我的脸书推特账号是小安 希望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声音链接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的收听